除了洪灾,土耳其南部卡拉曼马拉斯的森林地区遭遇雷击之后引发熊熊灵火 俄罗斯出动一艘消防飞机前去协助灭火 没有想到却在试图降落时坠毁 八名机组人员和消整员无一生还 俄罗斯国防部证实星期六登上消防飞机的五名俄罗斯人和三名土耳其人在出任务的途中遇难 土耳其当局已经动员调查小组前往坠基地点调查失事原因 出事的消防飞机型号为贝里耶夫200号 是一艘双引擎水路两栖飞机载水量达270吨 过去16天土耳其300多处发生野火 至少8人丧命数以千计的灾离流离失所